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全世界最好的美食就在你的冰箱里 只是你自己没发现 欢迎各位收看腾讯视频最强下半综艺 拜托了 冰箱 本节目由欣赏灵芝的每一篇独家冠名播出 小白乳白又白 换活肠胃喝起来 清爽解腻灵脂肪 活力满满每一天 本节目由一起好好喝杯茶的利盾联合赞助播出 一杯好茶换元气 轻盈自在无压力 同时本节目播出的时候 我们的好朋友小土豆家族的微信表情包 也萌萌哒上线了 微信是下载popototo and friends 欢迎大家多多关照我们可爱的小土豆 本期有两位我们的这个熟悉的厨师回归 我们欢迎我们的罗拉 哈喽 欢迎我们的小杰 小杰瘦了好多啊 你怎么又瘦了 主要是跟着我老婆一起坐月子嘛 坐月子的时候主要吃清淡的东西嘛 对好像是女生的一样的 对对生完以后我就瘦了很多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我们的厨师们的状态也都非常的好 那么今天我们请来的这两位来宾也是一个梦幻组合 嗯他们是偶像女主和援助作者的这个面积 听说他们好像还没有在一起合作过节目 而且这两位你应该都熟对不对 嗯啊什么都熟吗 熟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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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熟 你谁不认识都认识都认识 是不是好我们掌声欢迎我们今天 拜托了冰箱的两位嘉宾欢迎他们 欢迎小爽欢迎郭导 哇好可爱啊这是不是是不是可爱 来来来来两位哎真的是不是很奇妙 你们俩其实没有以前没有合作过节目 对不对小爽没有哎 没有过对不对 郭老师电影好像没有找过我呢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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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是这样的郭老师我也没有找魏大勋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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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小爽也拍过他的两个作品啊 对不对两个作品 所以是非常奇妙的一个缘分 我们掌声欢迎我们今天的郭静平和郑爽 两位请坐 请坐请坐 那个夏至 魏智和刘淌的美好时光 他们两个的缘分其实是千丝万缕的联系 而且他们之前见到是在公司的年会上面见到 哦 你们知道他们其实原来还在同在一个公司旗下 不知道哎 不知道哎 对很奇妙的事情 师兄师妹 我们在天狱我们一起在 其实大家知道小爽牵过天狱吗 但是可能你不知道郭静明 一个作者 我现在今天才知道 啊真的是不是 嗯 你没有在公司的您会上见过他吗 我再见 见过 你以为他只是了瓦门的神仙哈哈哈哈哈 现场有你们认识的 就是我们的厨师或者是小仙丑有认识的吗 啊哈喽爽姐 我我其实之前跟爽姐合作过 然后就成了微信好友啊 最新成功 羡慕啊 郭导呢 郭导有过一面之缘 嗯 面阴阳师的时候 然后来没面上没面上 哈哈哈 有点遗憾 不过没关系这段时间一直在苦恋演技 希望 还是魏大勋也没面上 是吧 我那去哪面 我连面我都不知道 连这个资格都没有 我去那个 他另外一档节目的时候 我不认识邓伦 我只认识他 因为我们在一起玩一个游戏 然后去完回来呢 邓伦就演了阴阳神 哈哈哈哈 这什么 哈哈哈 你要反省一下自己 那个我去第一次嘛 然后因为我只认识他 我前面站了个人 因为他跟邓伦都是带颜皮 然后他们戴着那个头盔 就只露到这 然后然后伦伦就特别有礼貌的 郭导就跟我打招呼 然后我心里就认定这是魏大勋 我全程就在跟他互动 后来张网他说 邓伦 哈哈哈哈 就这样错失了机会 对呀 连面都没面上 今天掀开郭敬明的冰箱嘛 大家觉得 对他有没有什么出印象 是一个非常精致的一个人 然后像我们那次去录大逃脱 你好好说话 就你知道 你知道大逃脱是一个 很微就是有很多跑动啊 这种明白明白 明白明白 然后他穿了一个非常迷挺的一个西装 然后说这个西装呢 是定制的对不对 很贵吗 贵 可以透露吗 反正就挺贵的 因为当时节目组我觉得也是骗我 因为他跟我们讲说 录的时候穿很运动就好了 我就穿的很运动 他说我们最后有一个杀青 类似庆典一样的仪式 他说你就穿的很正式很隆重就好了 我就真的是穿了套礼服 西服那种结果把我们丢到蛋糕里面 哈哈哈哈 就下来之后每个人都得意洋洋的跟我说 你知道我们穿的这身有多便宜吗 哈哈哈哈 好像像是金边的那种感觉 那种非常贵的 所以我觉得他的冰箱应该是 就非常精致吧 然后也非常美观 非常有品味 有品质 对 我是觉得可能会是那种就磨砂材质的 直接在外观可以倒鸡尾酒的那种类型 可以倒鸡尾酒 里面藏了一个调酒师 你这在工作 既然这样说到精致了 那我突然想到了一个非常精致的理由 是什么呢 那就是 每一天小白我 你好没有自我 清爽零脂肪 它减长多少 25%以上 对对对 然后零脂肪轻松每一天 膳食纤维非常的充足 相当于1.5个苹果 所以我们一起喝起来吧 好现在送给你了 过到这就是你精致的人 应该配配备的东西 给你给你 对 没有没有他有 有不是粉色的 你的是原味的 他的是桃子味的 而且这里面有充足的丹麦进口活居 非常的注销化 嗯对 我们大家对郭敬明的印象就是 他是一个追求极致的人 他的作品也只拍最好的演员 用最好的就是技术 其实有个问题一直想问 想问郭导啊 作为小时代的粉丝 之前听说 戏里面很多道具 水晶灯啊地毯啊杯子啊 都是家里的搬过去的吗 这个是真的吗 对因为我们剧作很穷 就没有钱嘛 所以很多时候就对 想办法让场景啊 道具稍微好一点 嗯尽量让电影好看一些 他有收藏杯子的习惯 他们家有一个杯柜 杯柜 听起来很惨的 很卑微啊 杯很卑微 哈哈哈 我们看一下郭敬明的杯柜 哇 oh my god 里面墙 你有多少个杯子 你有统计过吗 我摆出来的就是比较少的一部分 然后我很多都是放在储藏室里面 我就是有时候出去旅行啊 或者看逛街啊什么 我看到好看的杯子 我就特别喜欢买 过到你会用吗 这些杯子 会用 我拍的这个区域 其实就我们家的那个餐桌嘛 然后有时候我们朋友喝酒啊 什么大家都在这 要喝威士忌 就拿一个沙特的烈酒杯 要喝红酒 我可能拿一个红酒杯 要喝那个清酒 可能就拿一个清酒 他们就随时从那个架子上拿下来就好 好精致 其实我妈妈跟郭导一样 就是喝水也分的很细致 但是他只有五六种杯子 跟郭导这个生活仪式感一比 就是小屋见大屋 够了五六种够了 我妈一个杯子可以喝所有 不是我主要是我想上阴阳室 我想进组 人家拍完了谢谢你 万一有二呢 二也拍完了 一起拍的 没事只要进郭导导的组就行 那你带子进组 带子进组 你带杯子 带杯子进组 对我带杯子进组 卑微的进组 因为他的冰箱是欠在自己装修里的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把它抠出来 但是我们长了一模一样的 我记得第一次录的时候 导演总就特别得意的说 陈老师我们这次有一个新的设计 就是我们冰箱会用一个罩子罩住 然后是升上去特别高科技 然后一看到郭敬明想傻眼照不住 然后不死心拿了一块布给我盖上 哈哈哈哈哈哈 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个 大家期待的郭敬明的冰箱的外观 好不好 好好 一二三啊 成功 这是冰箱吗 好像没衣柜啊 他就是一堵墙好像是 我首先问一下 为什么把冰箱做成不像冰箱的样子 因为比较整洁一点吧 因为就一面墙 他他不会有一个突起来的地方 你不能接受杂乱的 对对对 就所有的东西嘛 就他的每一条线条都得是平行的 不然我都会不行 比如说你有一个方盒子 然后这边有一个打火机 那边有一个烟缸 他们每一条线 拼起来得是平行的 不能有一个跟另一个是歪的 我就会看在那就很难受 我就什么事都不能干 我就必须把它对齐漏才可以 我好好奇啊 郭老师 你对自己的要求这么高 那你身边有没有比你还要求高的人 邓伦 赵 又婷呢 我以为我已经很疯狂了 我这次拍他们两个 他们两个永远在开拍之前 会对着镜子照五分钟 只研究一个事情 我的帽子有没有歪 就两个人比着自己看完镜子 还会跟对方说我歪了吗 哈哈哈哈 伦哥看着又婷说没有 然后又婷看着伦哥说没有歪 演完一条之后大家补装 补完完了之后回头问我说 导演刚刚那条帽子歪了吗 哈哈哈哈哈哈 因为他们两个在里面 就是帽子的那个装束很多 全程戴帽子 经常都是一条动作戏打 啪一亮相 然后帽子歪了说不行不行不行 帽子 他说血可以流头可以断帽子 帽子不能歪 对 这他们俩在片场的宗旨 你只要把他惹嘛 你就可以跟他说 我刚刚一条演的特别好 什么都到位演成也好 但就是帽子有点歪了 他们就会难过一整天 哈哈哈哈 你何必折磨演员 太好笑了 所以你会东西整理好了之后 就要求身边的同事也好 或者阿姨也好 就要按照你的这个方式去整理 因为我不是平常不太在家吗 都是阿姨收拾 我很喜欢把自己家摆成样板间那种感觉 不像 对 就不太像人柱的那种感觉 所以刚才那张图片已经有点像样板间了 哈哈哈 我们还有他的一个毛巾的图片 我们来看一下 哈哈哈 这是酒店吧 这难道不是一个商场里面卖毛巾的一个角落吗 基本上我摆好东西 我就会跟阿姨说 我说阿姨来你拍张照片 之后你每天收拾收拾完了 你对一下 就跟剧组拍戏一样 比如说小爽哎定妆 今天定好了连妆啊 这个头发是在这 太一张好 下次就是按照这个对回去就好了 天呐 我们俩戴手套 准备开冰箱好不好 好 来我们开一下郭敬明的冰箱 首先是冷藏区 哇 你好那么大声干什么嘛 好多食材啊 首先第一直觉 这是一个还蛮有生活气息的冰箱 对不对 食材比大家想象的要丰富 对 然后我们看到有水果 还有非常多的干净新鲜的蔬菜 蔬菜 对 这边是西红柿 然后这边有桂圆 苹果葡萄 还有橘子草莓蓝莓 然后有梨 然后 有米狗桃 米狗桃 很爱吃水果 非常多的水果 因为方便嘛 有时候饿了补充点血糖就最快啊 这边有一些 很可爱的食材 这是锅子汽水 然后这个是一个什么猫咪的一个汽水 绿色的 然后这里有一些西西冰 这一看就是我那个女助理的手笔 他会搜罗各种网红的 这种琳琅满目奇奇怪怪的东西 一旦我吃到说哎这个还不错 他就很有成就感 他是在揣测你的喜好 他就是个本头为我想要说 看我喜欢吃哪几种东西 你刚才说了 其实基本上是阿姨在打理 所以你平时也不怎么下厨 我大部分时间就在剧组吃嘛 反正剧组吃什么我就吃什么 我如果在家的话 反正到点了 那个助理会叫我吃饭 基本上我出来 阿姨反正就家常菜都做好了 你要求助理提醒你吃饭 还是有人提醒助理提醒你吃饭 我约人最不爱约的就是吃饭 我会跟助理说到点了 你要提醒我吃饭 有时候比如说在拍戏 或在写东西你你会忘记此刻几点 而且我也是不容易饿的人 但是我又希望是健康一点的作息 所以就跟助理说哎差不多到点了 你就跟我讲要吃饭了 你就叫我 我觉得我什么都会忘 唯独吃饭我不会忘 有的时候忘记带东西啊 忘记带这个 你是到点了会饿的那种是吧 不是我到点了会知道到点吃饭了 生日中生日中 爽是那种吃的少的人吗 你一直那么瘦 也不少 你点外卖是怎么点 女生其实有的时候食欲真的是蛮好的 有的时候女生就在外卖上面 真的是会纠结很久的一个人 看一个小时 对对我妈说每次正常你看书 都没有这么认真过 对就是要刷好久 就饭点都过了 但是还是流连忘返的 在那个菜单上面 在你眼睛吃饭是不是 终于决定定外卖了 可能要定四五份那种 四五家 好吃的对对对 取各家的精华 对对对对那种 其实你在生活方面 比较不是那么的在意 是因为这几年工作的关系吗 你参加一个表演类的节目 有人吐槽你是工作狂夺 是 当时最高纪录是多长时间 连续工作 就是拍最后那个 AI那个短片 成片大概接近20多分钟 其实我们三天就拍完了 就在电影里面是很疯狂很疯狂的 因为一般电影 我们一天就拍零点几夜 更疯狂的是那三天我同时 还在拍阴阳诗 我阴阳诗并没有提 所以就是这边组收工了 我那边组就开工了 所以我拍到最后一天的时候 我觉得我眼貌惊心 等于你三天没睡 两边倒 当然这个不提倡 这个是不要效仿 这是很不健康的一种工作习惯 但当时我是没有办法 你但凡稍微那个两边 有一边就会垮 我白天拍那个AI 夜戏我就应该去阴阳诗了 我到了阴阳诗片场 我走上房车 我觉得我的意识是散的 就你连连贯的问题都想不起来 但是你又睡不着很习惯 然后后来大概过了两三个小时 这种意识很混乱的状态之后 我渐渐缓过来 我醒过来的时候 他们那边就是执行导演 你在帮我拍一些群众的 那些不重要的镜头了 我就裹着个大衣去问他 你说我睡了多久 他说你睡了两个小时 但是我的概念里面 已经完全没有概念了 拍到第三天最后 我还剩一个镜头 我其实那个时候体力还好 因为我知道快拍完了 但是我当时的心情 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人们坐在那个监视器面前 我就突然闻到 我自己身上好臭 因为我三天没洗澡了 然后我一下子就觉得很委屈 我觉得就是一种很莫名的情景 我就想哭 我就想说我就是想洗 我可是家里有一个杯柜的人 为什么 因为我当时明明跟他讲了 我说因为你这边来得及 我说你中间就放我一个小时 我回去洗个澡 这是我上车前说的最后一句话 我说完这句话我就睡了 一醒来我就到了另一个片场 不是说好放我回去洗个澡吗 你们怎么就悠吧 我开过来我当时就好 我想说连洗个澡的时间都不给我 我当时就坐在那就开始抹眼泪 哭了大概十分钟 然后那个时候导演现场灯光好了 你快来吧 我说好的 然后我又开始去拍戏 我觉得那三天那是极度疯狂 还有一次很可怕就是 我在拍小时代三 我跟杨幂拍外滩 不是有一场万人焰火新年大会吗 我记得那场戏 因为那场戏 因为那场是真的去万人焰火大会拍 打了好多申请通告批 交通度什么 就是一切流程都走完了 好不容易允许说 你们可以去拍这个东西了 结果我当时发烧住院 我就在医院里面打点滴 但是那场跨年 你又不可能让几万个人说 再来一次让我拍 就只能硬着头被拍 他们就在医院里面 把我的针管拔掉了 这块 助理就把我背在背上 砍到那个片场 去跟演人说你这里要怎么怎么演 小蜜那时候因为她不是怀宝伯吗 她更没有良心 小蜜说 你在那边讲的可以了 我不要过来 因为你感冒了 因为我感冒了 因为她又不能吃掉 那个时候我也是觉得很可怕的一次 你后来想通了吗 为什么要这么拼 我就不知道 我经常就是一工作 就会把自己逼到这种 我得这么做的那种 有很多东西没必要 责任感 小爽作为演员有觉得特别艰辛的时候吗 我是那种特别不争气的人 我就想说不拍了 你就是不会让自己特别 就把自己放到那个情况 我觉得所有委屈的可能会在某一瞬间突然爆发出来 就可能就是因为一个小时 但是可能你要需要一个月才能修复过来这一个小时 你很小心的让自己不要去碰到那个极限 对 你能想象到那种就是突然崩溃的感觉吗 你其实还好对不对 你是一个很乐观的人 对 我最多拍戏拍了三十四个小时 就整个人飘了 但是因为赶着杀青没有办法 最后你会想为什么要这样 为什么就不能跟他们说一下 让我休息休息 为什么就不能像我一样潇洒的走开呢 对 你潇洒走开的时候 内心会不会有纠结 就说是不是不好 别人会不会说我 别人一定会讲是什么 搞什么 就肯定别人会这么讲 那你还是觉得 我主要 那假设导演真的说小爽我们这场戏得拍 那怎么办呢 哇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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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他也哭了 哭完了 导演这边关好了 好 哈哈哈哈 对对哭 我是一年当中可能会有一天 就早上醒来的时候会突然 就有疲惫的感觉就想说 啊今天又有工作 然后突然会有点想说为什么我就 不能停下来 每一年会有那么一天 但其他每一天醒来的时候我都 非常的兴致勃勃勃 我醒来我会说 为什么今天没工作 你是停不下来对不对 我今天如果这个颁表排空了 我就会觉得他们排表出了问题 就是觉得有事做是很好的一个状态 对我来讲 大概都是被别人调控的人生啊 没有啊我在调控别人啊 哈哈 你不觉得偶尔的时候醒来一天 什么事情都没有 是一种也还蛮幸福的事情吗 那真的得非常的偶尔 哈哈哈哈 那疫情期间你在干嘛 我在写下一个剧的剧本 哦 哦 是这样 郭导 我最近一直在好好学演戏 我觉得你可以让我继续磨练磨练 我也在 您这样显得小爽很没有上进心 哈哈哈哈 但是我真好想成为郭导是这样的人 真的好希望成为 但是我不争气啊我 没有我原来看过一个 他是说其实人啊 生活方式有很种 他说其实每一种都是对的 就是你的那个幸福的优先排序值不一样 你只要是跟你的排序值是符合你的你的人生就是幸福的 不要让别人用他的排序来影响你 对我的排序不一定适合你 你像我这么生活你也不一定会快乐 他是把工作当做一个核心 其他一切像个拖路一样围绕这个来运转 对然后有些琐事会被他甩开 对像吃饭就对你来说是琐事 就全为他让路就对了 我连健康都是可以为他让路的 只有一件事情不能让路 就是洗澡 洗澡都让了 我三天没洗澡 虽然让了两天了 第三天哭了 你干洗 你可以拿一个毛巾搓一搓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里有一些 果酱 朋友送的是吗 有吗 对他们会送各种各样的吃的啊 什么有的没的的东西 他们其实是不是希望你可以对自己的生活再讲究一点 我觉得也不是吧 因为平时经常逢年过节啊什么的 经纪公司演员他们不是都会送吗 他经纪人不也送吗 送什么 哈哈哈 我送过我还没上戏 我过年可没收到你的任何东西 哈哈哈 我没送过 魏大轩 你收到过我的礼物吗 没有没有没有 这有什么可得意的 没送东西给别人 没有你经纪人帮你送的 哦是吗 你和药有啥用呢 哈哈哈 那你还讲究 生理物都没给你 他经纪人送我那东西特别好 是不是 买都买不到 你看 哈哈哈 为什么和的是没有啊 原来为何组合是为何我没有礼物 对啊 哎他出汗了我的天啊 哈哈哈 你怎么了 我太难了 哈哈哈 哈哈哈 我们展开一个刚才其实聊了一点点的话题 就是他不喜欢约饭局这件事 嗯 回去看电影 你会去参加谁的饭局 嗯 陈鹤朱镇活泳区 就上海的那 那其他的人的饭局你拒绝 也不是拒绝就是大家也想不到要约我 然后我也没时间 他基本上那个叫做呼拉圈社交 嗯 就是自己有一个自己的舒适圈 他不太会愿意去出这个圈子 也没有目的 也没有需求去接交更多的朋友 就是如果你 你比如说正好大家碰到一起了 就见面还是很开心 还是会各种聊 真的能碰到一起也好玩 像上次我跟那个小Justin 然后Ad 我们几个不是在上海玩密室吗 没有玩的很开心 但是就真的就很少 但凡比如说大家有空 就一定会想约点好玩的 就基本不约饭 小爽如果你当了老板 你是会跟员工做朋友的那种老板吗 我妈总说 我说你会把那个云嘴观坏的 因为我记得小爽很小很小的时候 有一次我跟他谈心 我就问他 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 我说炒股炒股 哈哈哈哈 有种小小的老板梦你知道吗 所以如果你真的做了老板 你会把员工宠坏的那种 可能因为我不太善于管理人 因为有时候有点不好意思 比如说你能让我干的不太好 因为你对自己也没有态度 对 因为我想说要万一能我做错 我做错的时候呢 那员工想说你也不怎么样 哈哈哈哈哈哈 明亮你能跟老板做朋友吗 你跟涛能做朋友吗 我不敢 我不敢太亲近了 我总觉得不能越界 老板之间 他每次其实很热情的 他会邀请我们去他家里面 和他朋友 他每次都很热情 哇你看 我都会 我都不敢就是太失离了 我怕有什么评价让他不开心 这点跟亮亮正好相反 真的 我觉得可以跟老板做朋友 然后根本不需要 发界限什么的 工作起来你更加轻松更加舒服 然后效率也更高 那我问你一个事迹难题 如果你在玩游戏 就是有老板来信息了 如果是来电话了 先把电话挂了 打游戏 对打完之后再回复 如果是发长语音 我就给他转换成文字 瞄演 然后再打游戏 小朋友 你是包约翰的5号 你就不怕你的职业生 要走到尽头吗 这样子 老板是我哥们 但是游戏里是四个队友也是哥们 那哥们肯定是互相理解的 我的天 明亮不敢是吧 我不敢我不敢 有虎系员工 有鼠系员工 你会更喜欢哪种员工 如果你是老板的话 虎系鼠系 都行 只要看颜值 哈哈哈哈 我颜值还行啊 太逗了他 小小太神奇了 那郭总您呢 如果是玩游戏把我挂掉了 我不行 你如果是别的事 我能理解 你打游戏把我挂掉了 那差不多他也挂掉了 他也挂掉了 游戏卸掉 你也不能接受是这个是吧 我也接受不了 但如果并不知道他在玩游戏呢 也接受不了 你打电话其实是有非常重要的事要说了 要不然一般不会打电话 比如说他把我挂掉了 他回给我的时候 他会跟我说刚我挂是因为什么 所以他毫无理由把我挂掉 然后也不理我 我就会觉得有点匪夷所思了 所以蕾子你真的敢挂你经纪人 或者挂你老板的电话 你真的敢 老干这种事 真的呀 我老板脾气超级好 那可能上次你挂掉那个电话 就是阴阳师通知你去复试 你老板说他不想去 OK了 OK挂掉 那算了 我游戏再也不玩了 我要去阴阳师 也是可爱 也是可爱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你们知道这个吗 不知道 这个号称是蜂蜜当中的爱马仕 我的天 什么我都不知道 你自己不知道这个吗 种草一台什么东西 它有非常多类型的蜂蜜 都是有保养效果的 这个白色的好像是它里面就是 美容保养效果最好的一款 这个是你自己买的还是别人送的 应该是别人送的 因为我们看过那个小四在微博上爱好 说他自己有一根白头发 对 你是怕老的那种人 怕老怕老 那你现在看着不老啊很年轻啊 精神状态让自己显得很就是不年轻的 我比较怕这个东西 那你有什么看抗衰老的好法子 哎 不晒太阳 后背可以晒太阳补充维生素地 就是比如说太阳一来马上 哈哈哈哈 亮起自己后背 我也不露背啊问题是 不是不用露背不用露背 就是隐约的就是 隐约的就是 隐约的 是吧衣服这样稍微 稍微露出来一点 除了不晒太阳还有别的什么抗衰老的好法子 吃方面讲究 多吃蔬菜呀水果啊 然后可以多吃一些 那种抗氧化本身比较高的那些蔬菜 什么叫抗氧化比较高 蓝莓 对鱼甘蓝什么之类的 对 甘蓝听起来就不是经常会吃到 甘蓝是怎么做 就是色拉嘛 半色拉吃啊 糖分高的也不要吃 所有的糖都是导致衰老的 特别是那种精炼的白糖啊 这种咖啡饭的那种咖啡糖啊 那种砂糖啊 但是他会忍愉快乐 不能吃过饱 我的那个个人医生就说 他你基本上每天吃七八分就是最好的 可是我吃了吃了就一开始 要不然就没吃饱了 那你过三十五再试试看 我看你带了一个保温杯 你那里面是什么东西 它是一个把基本上几百种蔬菜的里面 最值钱的和他那种蔬菜最有用的东西 提取出来 所以你每天一杯基本上就相当于两公斤 各种蔬菜里面最好的那种东西放进去了 就对气色啊什么状态都会有 我发给你 因为我在片场老喝一罐绿色的 我好多女演员都问我这个 我们也有一个小白白色的汁也是非常好的 对不对 那还用说吗 当然是我们的每一天小白乳了 清爽零脂肪好喝猪硝化 大吃大喝无负担 赶紧喝一口 好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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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 他是皮肤科医生嘛 他说你只要记住一个原则 你所有对抗抗衰老的东西 除了那种整容手术之外啊 百分之七十来自于防晒 剩下百分之二十十 最后那百分之十就是你花了所有的钱 涂在脸上各种各样的精华液 也都只要百分之十 就占百分之十 我真的没有资格参与这个话题 我就从来不保养 我是非常不喜欢防晒霜这个东西 回头我也给你的东西 它就是一个小汤 你就是含在嘴里面 它就自然化掉了 含一片要防晒十二个小汤 真的我要我要我要 什么东西 因为我拍戏的时候 我会给我的演员 因为演员上了妆 他没有办法一直补防晒霜嘛 我就会给他这个东西 哇 你要没有事情的时候 你可以做直播什么的 他带带货了对 我觉得其实我心态特别年轻 这个是真的 我很喜欢跟年轻人在一起 我也是 我昨天还在感叹说 一桌人吃饭 我说我永远动不动 就是我是这桌年纪最大 但我想说 因为我我没有办法想象 我跟比如说五十多岁六十多岁的人 交朋友或者一起玩 但有人是很喜欢交比自己年长的朋友 但我是喜欢跟年轻人在一起玩 而且是越来越年轻 出一波新的小朋友 我又会跟他去交朋友 我觉得郭具铭也是 因为之前创造于2020的这个主题歌也是你写的 我一看这词很甜 甜蜜 非常少年 非常少女 会吃力吗写这样的词 我我其实跟何老师比较一样 因为何老师也是工作完学会接触到很多很多新人的艺人啊什么嘛 我可能最早拍戏那会儿因为我也比较小 他年龄就跟我差不多 你越往后面拍你会发现演员越来越小 越来越年轻 对对对 差距就拉的越来越开 但是我会尽量让自己跟他们心态各方面的聊的话题保持一致 因为我还是希望自己保持一个比较年轻的状态 就是有的时候比如说刷网络看到有的年轻人发表的东西 每个字我都认识 但连起来不知道什么意思 我们玩一个游戏吧 叫00后黑化抢答 你有00后的朋友吗 你有 我有啊 郑爽啊 我我说在等下啊 2020年可以 哈哈哈 哈哈哈 justin啊 对不对 一会呢我出题 然后你们俩抢这个 怪叫战斗机 怪叫战斗机 然后说答案 书的人呢就吃这个抗氧化之王柠檬 几题 每一题都要吃吧 看看几题啊 没有一定节奏感吗 那他掉手卡 那也没拿啊不好意思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六六题 六题好吧 如果我们打成3比3瓶就你吃 我吃啊 第一题啊 抢答是不是 抢答啊 U E S 啊 哇 你好敏捷啊你 好快啊 有一说一啊对了对了 NSDD NSDD你是对的 这跟我这答案不一样 那我觉得他说的也行 哈哈哈哈哈哈 我这个答案是你说的对 一个意思 一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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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平 男的来了 NBCS 你别 C C 牛 不要想啊想 不要不要不要 NBCS 你别 吃吃 哈哈哈哈哈哈 最强下半综艺吃 哈哈 不对你别 这题有点有点问题啊这是英文 哦哦 哦 nobody cares啊 没人在意 啊 二十三 二十三 哇好厉害 x f x y 新风学语 新风学语新风学语新风学语 哇这么难这么难的题 厉害啊 嗯 如果我们打成三比三平就你吃我吃 不是是这样我们这个五题只有五题 哈哈哈 你看到了最后一题了到了最后一题了啊 好这这题真的非常难 ok ETC ETC 说想好啊 英文吧 等等 为什么是等等 就之类的 不对 不对 人体抬杠器 啊 啊 人体抬杠器是什么东西啊 这个你怎么会知道 啊 ETC就是高速公路上不是有那个过杆吗 就是 你你有ETC卡他就会自动抬杠 你啊 就是说指这个人会经常给你抬杠 那这题很难啊 这我原来没听过 你看来你经常冲浪 没有我们00后都是这样两天啊 00后冲浪机 好了我是吧 酸吗 我应该还可以吧 看着我都 哎呦啊 是酸甜的吗 耶 酸 嗯 补充维中素C 看氧化 谢谢 我有的是叫JDK JDK JD JD JDK JDK JD气 不是 just kidding 不是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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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搞快点啊 哦搞快 对啊 对 那不是GKD吧 哦我说不是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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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JDK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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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DK了 JDK吧 你这种炫耀 一直在炫耀 这种感觉真的非常的霸道 哈哈 结果自己说错了 为了避免尴尬我们继续看冰箱好不好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冷冻区这边啊 好 这里是一排一排的柜子 好剪旗哦 这是什么 哎 这是四川的 就是我爸妈寄给我的 做好的吗 做好对 然后他们就会速封 然后就寄过来 那你是那个兔肉吗 兔丁半斤 兔肉是吧 怎么可以吃兔 哈哈哈哈哈哈 哇 什么什么什么 全部都是 今天厨师比拼的时候直接热这个就好了 哎这是牛蛙对不对 可以吃吗 可以吃可以吃 开一包牛蛙开一包兔 然后一起加热好不好 好 爸妈做的啊 反正他们就每每一个月就会做一大包 然后寄过来 然后我就要吃的时候我就开一包热 然后开一包热 然后吃完了又跟他们打电话 你的胃没有变成什么还是四川胃 四川胃 四川胃 我哪都吃辣 可能你平时每天都吃自宫菜吗 也不是吧 哎呀在家里 在剧组拿这个酱 剧组就是厨师做什么你吃什么 那你应该吃的很健康的吧 应该是 我的没有那么健康 演员的很健康 演员都是没有有没有也没有他 怎么才能成为你的演员呢 我会强迫我的演员们吃 如果他们不行 我就会每天在他们旁边念 你真的太胖了 就一直洗脑他们 你真的太胖了 你不但胖帽子还歪 你真的太胖了 你不但胖帽子还歪了 你不但胖帽子还歪了 崩溃了 演员崩溃了 文哥不是一直觉得自己很瘦吗 然后进了我的剧组之后 我就活每天活在自己很胖的这个阴影里面 然后后来就瘦得不得了 我太难了 好了 就是他 闻到香味了没 好吃 好吃 我不是突如的爸爸 在这种时刻我要喝一下我的 每一天小白煮 对来去缓解一下我的口水 好吃 好吃 那这里面还有羊肉啊鸭血啊什么的 我妈给我快递过玉米 然后李子快递羊肉汤 煮好了冻好了 然后蜜蜂 你跟父母的关系 和从小的生长的关系 都是很自由的那种 他们比较尊重我的 就个人兴趣啊爱好啊 人生抉择啊什么的 就不太不太干涉我 所以你到现在 就表达自己情绪也是很直接 有的时候小朋友比如说像他 不准动火不准动水 要原地不动的这种小孩 小时候你妈跟你说这样的话吗 对对是吧 都东北就是别看我们长得都挺壮实的 但是我们东北父母就是真的是 哈哈哈 但是小爽也很直率啊 他也是 他在一个表演类节目里 获得观众评价的最佳变成 有句话叫做没有郭敬明炒不赢的家 你可以永远不喜欢你不喜欢的东西 但请允许它存在 你可以继续讨厌自己讨厌的东西 但请允许别人对他的喜欢 哈哈哈哈 他思路非常清晰 他逻辑又很强 而且他很勇敢地表达自己的情绪 我觉得是天赋 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做到的 还是你内心有这个自信去支撑吧 但我这几年其实没有我原来那么 你不是是去年录的节目吗 其实我已经比较收了 四五年前的话可能脾气会更烈 我觉得还是年纪大了的关系 七八年前吧 我就是很直接什么都说 但也因此带来很多的困扰很多的争议 那现在呢你依然敢说 但是你会想一个就是更好的处理方式 就说的更有艺术一点 我觉得这方面何老师就做的特别好 让所有人都最舒服的方式去说 我小的时候是完全不说 我老觉得你自己的情绪表达 如果影响到别人是一件很不好的事情 后来大了有一定的所谓的责任感 而且比较自信了 就是会表达自己的态度 但是也会担心 就是有时候会被过分解读 有很多人喜欢你或者是会 在听你说什么的时候 你再表达就更要慎重 是因为有可能你只是无心的说一句 比如说简单说大学家很胖了 有可能只是不小心说了一句 他心里会觉得 哇何老师说我胖了 你知道我有多努力吗 我每天都在减肥 每天都在拼命的奔跑 你竟然说我胖了 我现在还是觉得表态要慎重 何老师是以前不太表达 现在偶尔表达 我是以前特别表达 现在基本上不表达 很多人会希望有些事情出现之后 就希望大家来表态 我个人是从来不去做这件事情 特别是跟我没有关系的事情 是 你也不了解真相 你凭什么去做一个判断 就很容易表达是错 很容易表达是反倒引导了一波情绪 我是特别害怕这个 因为有的时候不知道什么事情是对是错 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我的判断并不一定是准确的 可能要讲出来或别人会 有时候表达出来 你至少比如说会让别人说 你这样说可能不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 因为我自己有的时候都很模糊 这种高的热搜给我带来的 我都大家会觉得是好事 但我自己都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不好的事情 很多时候我觉得对这件事情 你有态度的说你可以跟当事人去说 因为有的时候在公开场合去说话的时候 一个可能是站队 另外一方面其实你在引领 就是因为你毕竟有那么多人在看你的微博 但我觉得其实不着急表态的原因 就是你首先第一点你还不了解所有的真相 更重要的是这件事情不需要你的态度 这不是你的事情 你着急表态干嘛呢 我觉得这个不光是公众人物也是这样 包括每一个上网的朋友 网友都是这样的 其实你不着急表态的 你对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 你放在心里或者跟你身边的朋友去说 你没有必要去在公众上做那么多的表达 有的时候很多事情兴致变了 就是因为说话的人太多了 我这几年有一个我自己特别明显的 我以前是一个从来不能忍受 我自己受一点委屈的人 但现在我渐渐变成一个 我可以选择让我自己受委屈 只要这件事情大家都过得去 又可以背锅了 现在变成一个特别爱背锅 然后也很容易背锅的一个人 但是我们今天要请大家来做一个表达 我们要玩一个游戏叫做共挠反击 对于一些传闻 我们通常所做的就是不回应 但如果一定要回应 用游戏的方法怎么回应 我们四个都要参加 小爽 郭导 大熊和我 要在一个规定的语境里面 就是他要求你会用到一个起始词 比如说虽然你要用这句话来做第一个回应 然后你说完了之后下一个人就接你的 他可能会接到一个比如说但是 要怎么怎么样 就是我们要一起完成一个回应 我觉得还蛮好玩的 如何回应别人说你是综艺咖 因为所以但是可能 我们第一个请那个郭导来好不好 他说完之后他指定下一个人 好不好你别吃了 你不要影响工作呀 不要因为吃东西 因为什么 如何回应别人说你是综艺咖 因为我最近连续接了好几档综艺的常驻嘉宾 交给我是吗 所以我学习到了很多东西 交给你 但是我还是上了很多综艺 你说说什么呢 这是什么就是 你要回应别人说你是综艺咖这个事情 但是我依然每天都兢兢业业的拍戏 好 可能呢 是吧 可能过来就录完了 可能过两天这节目就录了 给给给给瑞斯败 好不好 好 下一个 如何回应别人说你演技差 这是大概不过就会 从爽开始吧 小爽来 这是我的新戏 大概大家还没有看完吧 不过你看了这部新戏之后 就会发现我的这个戏里是有用心去表演的 也一定会让大家看到我的进步 再来一题 如何回应别人说你演技差 江郎才进 我来 我第一个来 大兄弟一来 我觉得可能是最近我的头脑也不是那么清晰 然后我谁来 你竟然敢说我江郎才进 你竟然说我江郎才进 直接回应完就反驳了 没想到你发现了这件事 怎么能因为一时的创作低谷而断定一个人已经江郎才进 生存力 生存力好强 是不是 作家就是作家 文字就是他的那个武器 创作者的力量你一无所知 对 网上有一种新的说法叫做戈登文学 我们人在成长 你小时候喜欢的歌也好 剧也好 或者是文字也好 现在回头再去看就是会心里一紧戈登一下 就是我当时怎么会喜欢读这样的东西 然后我想问一下那个郭导 你再回头看自己作品会有咯噔一下的感觉 特别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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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了三个特别多 对所以我都尽量不看 我们来看一下有一些当时特别流行的文字 猜猜看都是谁的好不好 男生很高兴的付了钱 3块5 这个是大概会是谁的风格 应该不是郭导的风格 以前有读过郭导的一些书 所以那时候我觉得郭导比较多的内容都是用排笔句 还有就是一定有很多的标点符号 第三个是没有标点的 有天在房间上网放了一个臭臭的屁臭的我要脱 这不是郭静明 这不是郭静明 我总是在想我是喜欢写散文的 那么喜欢 其实我喜欢站在一片山崖上 然后看着匍匐在自己脚下的郭静明 我也觉得这个一定是 一幅奢侈明亮的青春郭静明 内流满面 内流满面 郭静明 二和四应该都是我 当人们问我要去哪里的时候 我忍着恶心告诉他们 这不是我 这肯定不是我 这肯定不是我 我们来公布好不好 第一个是 雪曼 第二个是不是郭静明 第二个郭静明少数拍报告 对 我觉得还挺好的 这个我到现在我都ok的 我没有戈登 我都觉得还是ok的 哪一句最ok 一百双默然的眼睛里一定有一双颤抖的手 不搁登 哈哈哈第三篇是 安东尼的 对安东尼比较特点的是他不喜欢用标点方 是他的特色 他特色是这个 第四篇是对 这个我有点搁登的 但这是我第一本书 所以情有可原吧 17岁写的 那个远方是谁的 哦 韩韩的 第六就有那个包子那个就是是谁的包子 哦一个问号 魏大勋的吧 那就是我 我是喜欢谢三文的 是我的 是我的 明明 哈哈哈哈 我中学的时候那个写 那个时候特别喜欢写作 是郭静明老师 对啊 书迷对 把你影响成这样了 没有 不跟你搁登吗 搁登 我现在好像挖个地洞再钻进去 哈哈哈哈 小少你记得你那个时候看那个郭静明的书的时候的感觉吗 我非常喜欢换乘 那个是第一次就是说会偷偷老师上课 然后我会看小说 我也会偷看 还有小时代 嗯好喜欢 小时代比较后期 现在有一种说法就是什么时候你不看郭静明了 就说明长大了 那我长大了没看过 那你还没长大 哈哈哈 孩子读点书吧 哈哈哈 哈哈哈 因为我在写那些书的时候 我自己本身就在青春期 所以你的情感共鸣和你对这个世界的认知 都是在那个年代才才会有最强烈的共鸣的 嗯 但是我现在看我自己的 我也已经进不去了 因为我也已经成年了嘛 整个状态和人生对世界的理解都不一样了 不明白当时为什么那么痴迷这件事情 那是因为你已经在往前走了 比如说我现在啊 以我现在37岁的年龄去再写一本书 可能就不一定是给小孩看的了 可能那就可能是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去看的东西 小爽你会觉得偶像剧其实也是青春的一个 真的 对不对 是的 偶像剧 我们讲现实生活其实还是很残酷的有的时候 偶像剧有的时候把人设各个方面做的太美好 就弄得我生活中就很傻 就有的时候会太相信别人说的话 是是是是 真的是在偶像剧的世界里面是没有纯粹的坏人的 有的时候好像自己的成长 人生观或者是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有很多的时候 其实是偶像剧带给你的 所以你会觉得自己在现实生活当中好像有点应对无能 我觉得为什么大家会那么爱他 就是因为他的世界里面都是会把人很纯粹 然后不管是这个人的坏他也是有背后的一个原因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有的时候就我遇到骗子了 他可能背后也有那么多难处 但是生活中你了解不到 你了解不到 你也看不到 是的是的 大饼也是现在有很多人说我再也没看大饼 那有的人比如说他会比较念旧 大一点之后他还会养成一个习惯还会看大饼 也有不少人他就是慢慢的他开始选择别的节目 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其实这个节目不是说没有在成长 但是我们很清楚这个节目它的定位和它主要服务的人群 没错 所以呢像我们做这个节目的人也跟着这个节目才长大 快乐大饼 快乐大饼 快乐家座 好适合酒 并不意味着我们慢慢的就会把大饼做成一个中年人的一个节目 时间一定会比你长大的生活一定会告诉你没有那么多童话 但如果有一个童话在那里 而且你是这个童话的一部分我觉得是件非常浪漫的事情 我人生的第一个综艺节目是快本 我人生的第一个也是快本 我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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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小时候看快乐大饼就真的是好玩 然后有意思 就是有热闹的一个份 对 包括现在我觉得录了这么多次大饼 他还是会创新 主要是游戏的魅力吧 不是不是何老师的魅力 何老师的魅力 希望我这个有魅力的人明年过年可以收到你的礼物 可以一定的 别的不说郭敬明有的我都要 最后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 你会不会迎合现在时代的不断的年轻化 然后让自己的语态也好 或者是你的表达也好 更年轻人 我会让自己始终处于一个年轻的状态 包括就是你会接收到很多年轻的资讯 看年轻人喜欢的东西是什么 但是这个东西本身它的前提是不让自己难受的 不勉强不便宜 对你在这个过程里也是愉悦的 比如说年轻人特别喜欢一部动画片 那你去看 看完了你又觉得特别好 你又觉得很兴奋 那我觉得就是好的 但是如果你看完了你本身不喜欢不接受 我也不会去硬着头皮要去参与这种讨论 或者说我好喜欢这个 我愿意主动了解 但是前期就是不违背我本人的这个审美和爱好的这个东西 就像我在演员请求为我最后拍那个AI那个短片嘛 他就是一个特别浪漫的一个就是机器人 永远爱这个女生的一个故事 赵薇导演他说我不管别人怎么说 他说我相信小思心里一定给自己留了一片特别纯净的一个小男孩的那个地方 那一块的郭静明是永远不会长大的 也是他给自己留出来的那块永远少年的那个地方 对 其实当你要讨好年轻人的时候你就不年轻了 因为你把自己已经摘到这个群落之外了 真正的年轻我觉得其实就是像郭静明身上的年轻态 他其实不在于说他不晒太阳保养这些 而是他做什么事情都不遗余力 你只有慢慢长大之后你就畏手畏脚 只有年轻人才会不管不顾不遗余力 那这个就是勇敢的年轻的表现 真的无所谓 好多小时候喜欢的东西现在回头看已经不在自己的生命当中那么重要了 然后你以为是你舍弃了 但他其实多多少少还是会在我们的生命里留下一些影子 留下一些印记 我觉得这个是很有趣的 所以呢 如果我问你你的青春分界限是什么呢 到底是一本书还是一部剧呢 大家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 知春录可不这么像 跟我们一起来聊聊青春 谢谢 我们请郭敬明先生来公布他今天的料理诉求 做一道元气满满的乳虫维生素的料理吧 维生素料理 元气满满 健康餐 沙拉吗 倒杯橙汁 哈哈哈哈 还倒杯橙汁 没有你得照顾到这一天的均衡云 对 各位 拿出你们的手机 我们的厨师请 把你们想到的方案的关键词包到大屏的 他们 他们 小闯开你 小闯开你 太可爱了 我准备做 我想说这还有玩手机的环境 哈哈哈哈 好的 好 来吧 我们看一下我们六位厨师他们的方案 冰箱一锅端 抗衰老听我的 一起七七八 下至未至 维生素不跟登 终极卤牛 那我选那个冰箱一锅端和维生素不跟登 为什么没选下至未至 你这你自己的书名 本人在这儿了 哈哈哈哈 没有办法看他垫成一道料理 好 我们来看一下冰箱一锅端是哪一位厨师的呢 到底我们今天会不会有小仙厨加入呢 冰箱一锅端是 北川 北川 对 这选了你是吗 对 我期待我期待北川做料理很好吃 下面维生素不搁登 我觉得听上去是一个很年轻太的名字 我觉得有可能是蕾子或者是亮亮或者乐乐 只是我 哦 哦 这么不年轻 哈哈 上一次好像你们两个比过一次对不对 对也是第三支节目 而且 北川做了一个香菜酱你知道吗 啊对啊 一战成名 夺走我第一次的男人 哈哈哈哈 他做了一个香菜酱我不吃香菜 然后第一次吃很好吃 现在选了两位我们的主厨分别是北川和罗拉 他们两个将会拥有一位帮厨分别是大勋和小爽 好的 那么到底谁会跟谁一起合作呢 我们今天的揭晓方法是popo和tody popo和tody 现在我们不知道这里面的名字是谁 嗯然后你要把popo和tody交给两位厨师 他们打开这个旗子之后就会有大勋和小爽的名字 随机的随机的 就给女生好了 tody给了罗拉 接着来了来了紧张了 到底是男女的搭配干活不累 还是会形成男生组和女生组呢 两位请揭晓 打开打开 谁谁谁啊大勋哥 哎 郑爽和北川一组 大勋跟罗拉一组 你是非常好的帮厨 好谢谢大勋哥 好刀工各方面的都不行 各方面的都不行 都不行 哈哈哈哈 现在精巧了 两位想一想你们要什么 我们现在只有一分钟的时间 要两位帮厨到冰箱里面抢食材 我们要抢我们要私打 真的吗 对就是要抢好不好 预备开始 把所有的蔬菜和所有的水果 都拿过来就好了 哇 所有的蔬菜 所有的蔬菜和所有的水果 好像量有点大 所有的吗 你确定是所有的吗 对 小豪糊 有什么可豪糊 所有的蔬菜 所有的水果 所有的所有的都拿过来就好了 拿什么 吐司 菠菜 咸蛋 每个份量不用很多 牛排 还有草莓 封面 弹太小了 弹太小了 你什么 你刚才把冰箱搬过去算了 好辛苦两位 我们期待一下这两组的精彩表现 我们移步到料理区 来为郭敬明打造他的专属料理 大薰已经帮厨过了很有功底 他是一个很好的帮厨 但我很期待看到小爽到底怎么样 你们有没有信心 有 有没有口号 有 必胜 必胜 对 北川这边对小爽有什么要求吗 就在这边美美的 然后切切水果呀 拜拜盘就好了 对 交给我 感觉卫达薰做东西很危险 哈哈哈 什么 不会我对我的帮助非常有信心 一会儿做起来我可能 我可能就没有这么嬉皮笑脸了 非常严肃 哦 哦 那你不是什么节目效果都没了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 好现在朋友们在郭敬明说开始之后 就真的是15分钟的现实料理 开始了好不好 大家做好准备来 15分钟 料理 123 开始 抓紧 加油 我会先把吐司打一下 做成面包糠 哦 哦 对家里如果要炸东西没有面包糠 所以我直接把吐司打一下就好了 哦你直接把吐司打碎 对 都切吗这些草莓 再切15颗就好了 大勋在切草莓啊 真棒啊 然后我们把这个这个尖尖头 切掉 然后拿勺子 最重要的是什么 把它挖出来 把这个你要的是皮还是 对对对 我要的是皮 ok 我知道了 三个然后放在旁边就好了 谢谢 现在双方都在处理水果 所以你还要我切什么 那里面的一会的水果 我这个签完以后的你再拿就好了 哦这是什么 辣椒 烤箱 哦 在烤辣椒啊 哦 哦 小心 好帅啊 北川 你是不是 安老师的徒弟啊 哈哈哈 嗯 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了1分20秒 差不多了 可以了 辣椒也可以先切一下 然后加了点什么 牛奶 哎对 所以这样拿出来就好 辣椒你在干嘛 我在和咸蛋黄 奶油和咸蛋黄 奇妙的组合吧 对 一会打算做成一个冰淇淋 哦 i 他准备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第七弖节 搅面糊 然后还干嘛 然后就 没什么了 油 大熊哥把它装进去 然后我们需要做一个手摇的冰淇淋 手摇冰淇淋 在冰块里面把盐加进去 温度会变得非常低 怎么就这么摇 对 摇晃它 真的是手摇 这个是一个 刚刚用里面冰箱的豆腐 做的一个面糊 然后我早上做一个烤的工饼 就是很简单 大家在家里面也可以尝试 试着去做一下 他现在用豆腐做的一个 好精彩 好精彩 哎喷水一直在 摇得太猛啊 好 估计已经差不多了 我觉得我们可以放冰箱里面动一会 哦成功了是不是 动了好棒啊 我先说可以帮我在锅里放一点油吗 现在时间还剩五分半 现在加了一个什么 资人 放入一些帕马森知识 北川的手法好行 把那个颠锅的那种 哇 看起来很有味道 北川这个番茄处理的很不容易 奥米油桃是这么切 还可以这么剥啊 过程又不重要 对吧 这样的是谁在切 对 对 谢谢 他裹一下 哇哦 然后你要炸什么 做一个酱汁 对 加了一点大蒜 盐 辣椒 哇看那个好爽啊 表面里面加各种调料 放多少呀 放半嘴 哦你们的菜里面有每一天啊 对 这么棒 那这个是什么器皿呢 这是一个碗 来 我要做一个假扣肉 哦 哦 就是没有肉的扣肉 没有肉的扣肉 现在还剩2分06秒 加油 我要放到那个烤箱里面去烤一会 还有两分钟不烤吗 还要去烤一下吗 对 稍微烤一下 罗拉你这边用几道 两道 已经菜好了 再装盘一道菜了 好 然后这个放到这个碗里 就是把朋友 把它放一点点水 对最高一点吧 ok 这个是吃的 又是假冰的感觉 这样的话程度可以立在上面 啊 他用盐做那个像冰雪一样的感觉 有idea 好 这个冰淇淋出来了 真彩 哇 哇这个冰淇淋OK了 哇这个冰淇淋ok了 这个冰淇淋OK了 这样子会好看一些 像或是一个干燃的形状 啊哎 这什么啊 扶手拍薄荷对薄荷 其实因为薄荷里边的香味 一定要拍一下 他才能更好地散发出来 我以为就是让他醒来 是不是醒醒醒醒醒醒醒来 拍 抗衰老薄荷 来 对好香啊 扣过来了扣过来了 见证极致的时刻 啊 漂亮 可以可以 那这个是刚刚做的油 那个酱子也还是过滤了 过滤了 罗拉你在切什么 是骑牛排 哇素材搭配好好 这个也好治愈哦 好漂亮 好漂亮 哦 好漂亮啊 就我知道大家的餐都好厉害 哈哈哈哈哈哈哈 时间到了 谢谢 漂亮 两位可以摘掉围裙了 我们请大勋和小爽 来回到我们的品尝席 我们上菜 哇 这个泡肉好好看 你想先吃哪个 先吃这个 好 锅道里面有放一些奶酪还有菠菜 然后下面做的那个辣椒 我觉得辣椒其实也是一个维生素含量特别高的一个食物 嗯 会不会太辣 还挺辣的 哈哈 但我是喜欢吃的 因为我喜欢吃辣 我专门为导演切的小米辣 你可以再吃一口那个甜品 好 下面是甜品的部分 哦 这是冰淇淋 对 上面的冰淇淋是用咸蛋黄做的一个手摇冰淇淋 底下是什么豆腐是不是 豆腐做的一个松饼 哇 这个松饼厉害了 是不是 这个松饼厉害了 如果有餐厅卖这个松饼我会每天点 每天点 我会每天点 这么高的评价吗 每天点 你试一下 真的很好吃 好 我会我会我马上会 哇 这个松饼真的厉害了 哇 这个松饼真的厉害了 罗拉棒棒 好 下面再来尝尝看 这个 这是什么扣肉 它的假扣肉 但是好漂亮啊 这个 哇 这个很像那种就是 高级餐厅里面会做的 类似羊粥炒饭之类的那种东西 男生就做的很讲究的那种 ok 我懂 我的天啊 要给你半小时一个小时 就做什么样 对啊 就才15分钟就做成这个样子 好帅 都好好吃 这个里面是 刚才 脚爽贴了半天的 好好吃啊 这个 还有一种抑郁的感觉 不知道为什么 好复杂 他这个 口感非常丰富 一个连我这么不爱吃饭的人 我现在都还在加 是不是这个肉真是好吃 因为有青椒的味道 真的好吃 好好吃 好 我本来录之前 我觉得他们都是那种 就长得很好看的 帅哥美女啊什么 我觉得反正噱头那种 还真做的好吃 而且这么快 对 而且又漂亮 对 菜也漂亮 人也漂亮 既然吃了这么多美食 所以我们就来一口每一天小白乳好不好 因为这个可以唤醒我们的肠道消化力 然后呢 白吃白喝 无 不酷 单 清爽明脂肪好喝 助消化 那我现在给大家来取一下 好干杯 开心 又说干杯了 雖然今天这两组料理都非常精彩 但是我们的主厨勋章有且仅有一枚 下面就要请我们的郭导 做一个艰难的决定 首先刚才他给了很高的评价 就是以为他们只是样子好看 没想到做的真的好吃 而且他也形容说 这个料理给他的感觉就是 每一个都有他一个很具体的形容 但是到底哪一个会更得他的喜欢 我们郭静明先生的选择标准 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拭目以待 他这个交给你 好 我先说一下那个松饼我真的特别喜欢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好吃 是我大概最近一两年吧 我觉得吃到最好吃的甜品之一 然后北川老师的那个夹口肉 其实你在吃的时候 你就知道他很有营养 因为他有各种各样的菜的搭配 而且他是一个不油腻的 可以让你的身体很健康的一个 我觉得是真的平分秋色 然后我做这个决定 纯粹从我个人自己出发 因为我不吃油炸的食品 所以我把这个勋章搬给 北川老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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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风景真的很好 是 最佳前景 祝贺北川 北川两连惯了 北川两连惯 谁这么厉害啊 谁港的样子同手无期 但其实是个厉害很角色啊 好 有什么要跟大家说的 就挺开心的 然后 谢谢郑爽帮忙 配合非常好 15分钟之内 处理了这么多种蔬菜 水果 然后去搅拌 然后去削皮 就各种各样的东西 就是对于一个从来没有配合过的人来说很难 所以我啊 我就是我也很庆幸 有这样好的帮手 能可以帮我赢得这个新章 好 再一次祝贺北川 当然我们要同样也祝贺和感谢 罗拉给我们设计这么好吃的两道菜品 大家喜欢就好 对 大家喜欢就好 而且我觉得 虽然可能 呃 多早不太吃油炸的东西啊 但是 我吃的非常开心 你看我的盘子 我吃的非常开心 所以再一次谢谢我们的小爽 谢谢大熊来帮助 谢谢 恭喜 是的 我们今天呢 这个在郭静明的冰箱里看到了很多他的故事 那么下一期我们会开小爽的冰箱 我相信大家也非常期待 我自己是非常期待的 那么所以呢 也希望大家可以锁定我们下一期的节目 本节目由清晓宁脂肪好喝住消化的每一天 独家冠名播出 唤醒消化力活力每一天 本节目由一起好好喝杯茶的利盾联合赞助播出 一杯好茶换元气轻盈自在无压力 感谢水槽洗碗机原创发明者方派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拜托 你家水槽该换了 谢谢大家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拜托了 冰箱 好棒 我们今天会有两台冰箱 感谢新浪一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感谢特别合作媒体新浪一乐的大力支持 请开 谢谢导演 主持人太用心了吧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看我相片 这个环球活动 如果让你演的话你会想演哪个 其实感觉紫围蛮不好的 但是紫围的词太多了 你 上知乎APP搜索摆脱了冰箱加入知乎圈子 赢限量签名照 更有爱豆不定期空降与你紧细互斗 大家好我是北川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冰箱一锅端 接下来给大家带来第一道菜橙子尿 有些我们把橙子的这一面剃掉 再用勺子把它挖出来 蹄子切四半 草莓切丁 蓝莓切半 桂圆的话去皮 我们把梨还有苹果切成这种形状 这样的话我们摆盘的话会很好看 握干也 我们也把它切成小块 泥猴桃 这么转 它就可以把肉很轻松地取出来了 接下来我们把草莓放进搅拌器里 加入我们的每天 我们现在的配料基本上备好了 然后还需要几片薄荷叶 在切之前的话我们要拍一下 然后把它的香气充分地拍出来 再把它切成丝 拌在我们的水果里面 我们在底下放入大概三汤匙的汁 把我们的水果放进来 苹果和梨这样摆会好看一些 最后一步 我们刚刚点火可不是为了瞎玩的 其实是为了让这道菜的香气更充分 然后橘子皮上的油和火起来的化学反应会让这道菜更好吃 接下来呢是我们冰箱一锅端里面的第二道菜 梅菜扣肉 扣肉的肉呢是带引号的肉 因为它是一个全素的菜里面是没有肉的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我们的切配工作 好我们现在呢先把它冰箱里的酒黄和小葱切成末 胡萝卜切成丁 香菇我们要切的大一点 这样的话它在这道菜的口感会非常的突出 现在呢我们要取用我们小白菜上面的叶子 芹菜的叶子 菠菜叶子 然后我们还要把这个生菜的叶子切成丝 然后做最后的摆盘用 我们把它放进我们的破壁机里 然后加入橄榄油 放在纱布上 然后我们要把番茄里面的肉取出 使用它的皮 大家在家里操作的时候 就用夹子动作危险 勤勿模仿 好了 我们用厨房纸呢 是为了方便更好的把上面的这层皮去掉 但是呢也不要去洗它 因为我们尽量的话还会留一点它本身的味道在上面 这样的话我们这道菜会更香 然后把它切成块状 现在我们开始做烹饪的部分 这个呢是郭静明家他妈妈自己做的牛蛙 我们取用里面的一些辣椒油去炒制这道菜 如果大家家里没有这些辣油的话 也可以用普通的辣椒油 都可以 我们放入酒黄和葱花 胡萝卜丁 香菇丁 豆角 青椒 白菜花 撒入一点自然 我们再放入一些帕马森芝士 也可以放一点点牛奶 现在呢我们把炒好的蔬菜 放入我刚刚准备好的碗中 然后再把它翻过来 一二一 摆上我们之前切好的生菜丝 淋一点油 今天我们的冰箱一锅端就完成了 你们学会了吗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